这个红唇 等一下 这个红唇 我觉得 咱们得 这个像那个 Joker吧 双八尾那个 Holly Queen 能不断放下过往 面向未来可以说赵领 远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脆弱 毕竟能经历演艺圈重重残酷的考验 相信赵领绝对没那么简单 但是为女强人赵领也有敏感的一面 对待感情赵领是认真的 但一逢少风不如婚姻的几年没能修成正果 赵领多多少少在感情中受过伤 或许赵领来到这段节目是为了解放身心 而当年那个被喜欢的吴蕾已经是个独裂 而帅气的阳光男孩 如果何总是语言上开导赵领 那么吴蕾就是用实际行动让赵领开心 吴蕾想用平常的交流方式跟赵领交流 依次涂鸦中吴蕾的加入 瞬间将赵领的作品硬是变成了艺术品 其中一幕吴蕾调皮胸赵领 难道我真的没有艺术天赋吗 所有赵领一脸嫌弃的反应 简直不要太搞笑了 可以说吴蕾为了赵领 能够走出感情阴霾也是非常努力了 那么问题来了 观众朋友觉得赵领未来能够再次艰难爱情吗 欢迎留言评论